这都是硬的 这也是硬的 这儿硬的 原来里边就是塑料 手感极差 腿部还会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我只会推荐他买中配的低配的车型 关于这台车的缺点 我 还是张不开嘴 如果您也想投稿 扫码加大表姐好友 更有超纸礼包相送 大家好 我是小花爸爸 是一名互联网公司的IT运维工程师 平时呢 喜欢打打游戏 玩玩台球 除了工作都会安排给孩子 今天呢 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我的这台INY 之所以会选择一台新能源电动车 一方面呢 是因为在北京地区这个指标受限 再一方面呢 就是在用车成本上考虑的 核算下来 基本上一公里也不会超过一毛钱 然后购车的预算呢 15万左右 不会超过20万 当时呢 对比的车型有比亚迪的宋普拉斯 还有圆 以及小鹏的G3 还有长城的欧拉 宋那款车呢 主要它是浅色内饰 打理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一些 原那款车试驾了之后呢 是因为后排空间有一些小 好猫 也是因为后排的空间比较小 小鹏G3呢 主要是因为它的那个前挡玻璃 没有安全感 最后我们去看的广汽的INY 空间是足够的 当时提车是没有任何优惠 中配的车型12.56万 而且还有出户费和上盘费 最后跟销售沟通之后 优惠了500的出户费 其他的就是送了一些 杂七杂八的小礼品什么的 我的主要用车场景就是 上下班的代步 基本上充电呢 像冬天可能会两天 或者三天一充 夏天的话 基本上会在一周 夏天我基本上会跑到400到420公里 冬天呢 基本上会在五折到六折左右吧 关于保养呢 这台车现在开了一万多一点 目前只做了首保 在5000公里的时候 还没有去做第二次的保养 跟油车相比呢 一个是这个用车成本 这一点确实是优势很大 一公里可能就在几分前左右 加速响应的及时性会特别的快 但是油车呢会有一个响应的时间 这台车的优点呢 一个是它的储物空间会比较丰富 包括它这个中央扶手 扶手箱 手套箱 这个位置也能放很多的东西 这是前排的空间 就是我调到合适的位置 头部大概会有一拳多的距离 我是1米74的身高 然后呢 腿部也不会很局促 前排在合适的位置的时候 后排的腿部还会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而且地板是纯平 中间坐着也不会特别的难受 后备箱的空间呢 也足够满足日常的需求了 而且如果要想装更多的东西 后排也是可以折叠放倒的 再一个优点呢 就是它是一个纯电的平台 打造的一款车嘛 就是驾驶感受会比较好一些 这个车机交互系统呢 我觉得用起来还可以 三胖的 我可以帮你什么 给我放一首 走着走着 花就开了 关于这台车的缺点 前机舱漏水的这个问题 虽然目前已经解决了 但是这个确实是挺不应该出现的一个问题 转向灯 这个拨杆的阻尼杆就很差 感觉有点生硬 反正拨起来的感受很不好 腾讯视频 这个软件 你如果想登录会员 你只能使用微信登录 你如果想要使用QQ登录的话 你需要先下载QQ 然后商城里又没有QQ这个软件 就很尴尬 内饰的做工呢 就是用料很一般 像这些 这都是硬的 这也是硬的 这儿硬的 方向盘是我自己亲手缝带的方向盘套 原来里边就是塑料的 手感极差 开这辆车去的最远的一次 大概是去汽车电人院 大概往返有100公里左右 因为是出去玩嘛 所以说 头一天晚上充电的时候就充到了100% 早晨出发之后期间就再没有充过电 到了目的地之后还剩余80%多的电量 看电影的时候呢 期间是一直得开着暖风 大概开了有一个多小时 接近两个小时吧 回来之后到家应该还剩60%左右的电 如果我的朋友需要买车呢 而且预算也是在这台车的价格区间之内的话 我很大可能会推荐他这款车 而且我不会推荐他买高配车型 我只会推荐他买中配的 乃至低配的车型 都可以 总体来说 这台车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包括它的后排 包括它的后备箱 空间都是足够的 我觉得 家用绝对没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